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个人一起 等一下就先白头站出来 謝謝 太棒了 等一下 這個就很完蛋 滿了… 這個好像挺厲害 快一點就夠 還有誰 他們要要躲 要躲去破 要躲去破 要躲去 好 好 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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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鄉民都是一直在網路上面 然後隱身在網路裡面 但是藉著一次機會 也要大家知道說 鄉民也是可以彈飛沉 鄉民社會比較好就好 PTT鄉民救災團的總召集人 是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士班的學生廖基層 他的公民記者說出了他心中的想法 以及感動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在之前遇到水災遇到風災 遇到其他災害之後 我今天就想一件事 我只會唸書 那我是唸資訊工程 我只會唸書 那那些人會主持的 他們遇到災害就跳出來 如果他們可以去災區幫忙組織的 會蓋房子的 他們跑去災區幫忙蓋組合屋 然後那些會堵木的 他們去災區做堵木 就做堵木工程 會醫療的去弄醫療 我只會電腦 我怎麼辦 那我想百無一用是書生 那不能這樣講 我們是台灣有念書的一群 那如果今天有人需要我們幫忙 我們就應該跳出來 所以八月八號凌晨兩點鐘 我發了一篇文章說 我們希望做一個物資募集的動作 然後真的做這樣 我想這些一切都是值得 而且謝謝大家 在新竹 清華大學也有網路串聯的方式 組成了竹蜻蜓工作隊 清大教授王俊秀 更以公民記者的身份 在Peple公民新聞平台上 發表了竹蜻蜓工作日誌全程記錄 一號招啊 那就有一兩百個人馬上來報名 宅男宅女啊 對不起 出了門以後 去看到那個現場的情況 然後穿上那些我們叫做青蛙裝的 然後呢 深入的那個待區呢 做了一天的服務以後 特別是在四點鐘回來的時候 美國人看起來那麼的美 就是說它雖然滿身都是泥巴 所以那是我講的叫 泥漿的俊男跟美女 所以我穿著藍白頭 然後我的背包滿是污泥 我的腳踏車也滿是污泥 那我為了這個 我就把它照一張照出來 這個是公民記者災區的標準配備 雖然我曾經當過大學校長 但是我還是一個公民記者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 每一個公民都一樣可以守望社會跟環境 那我們正在做這個事情 鏡頭守護家園公民記者力量大 您的力量就是公民的力量 Peple公民新聞報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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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